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謝謝羅斯巴馬 今天我生日啊 店裡小姐都穿一樣的紅鞋 讓客人玩猜一猜的遊戲 鄉船應該是從這裡開始 想要找蠻實體的力點 凶手一定不是只有一個人 學長 認識喔 我們坐吧檯嘛 師傅一幫我放毛巾 一講話我就 天啊我真的職業幣 我太尷尬了 跟姜潘小月的首要 你剛剛怎麼會呢 你要跟董參加 謝謝 歡迎光臨光酒宴 首先要先謝謝Netflix 提供我們這麼好的播出品牌 然後這麼看到我們華燈初上 這一錄戲 謝謝 然後再來要謝謝凡玉張總 謝謝你給我們五條件的支持 然後讓我們願意的最佳預算 所以才有今天你們看到的華燈初上 不知道耶 我跟你們一樣 今天看新聞台知道的 有沒有關心一下她 沒有 人家的家務 人家的家務 不是 因為我們 對 真的 我今天看到的新聞台知道 你會不會覺得戲的 人生的意思 就是這麼充滿變化 其實人生每一刻都在變化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都是要好好的珍惜當下 活在當下 今天是參加他們十周年 有一點成績的時候 還沒有跟她說 要不要問華燈的事情 一直問我別人家的事 我都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麼回答 小月來 你說一點吧 很榮幸 那一天有些新聞有些大意思 可是你應該問 那你的感情 有些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這我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很錯愕這樣 可能我還沒看到新聞所以 那我們就大家多看戲 你是不是關心她 沒有耶沒有沒有 不太 沒有沒有 就沒有那麼熟啊 所以其實平常私底下不會聯絡 小燕姐都沒有透露嗎 我不知道 怎麼會問到我 我怎麼會知道 你問她那個 武器好像經營婚姻 你有沒有特別的相處知道 唉 唉 糗了 這給妳知道 我剛剛應該去心爐那一桌 沒有啦 就是 大家 好好過日子 對 都很重要 現在就是講到 人家問到酒店的事情 我們很能侃侃而談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畢竟也做了 幾個月了 田野調查 已經以為我們做了一陣子的小姐 媽媽桑 媽媽桑 然後 所以 現在講到酒店 尤其是日式酒店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就站出來 對 對 那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很開心 就是可以因為這個戲的關係 讓我們更 學到一些技能 對 就是我們不會 平常不會去了解的一些文化 嗯 嗯 現在嗎 剛殺青的時候差一點 對 有 有一點點 就是 看到 酒杯子都會先勸人家酒 喝酒 看到Oshibori就想把它捲好 然後還給人家 酒杯裡面還有酒的時候都會勸酒 我朋友說你還好嗎 哈哈 我有一次在拍的過程當中還沒拍完 然後就去吃日本料理 那我們坐吧檯嘛 就師父 一幫我放毛巾 我說 一講話我就 天啊 我真的職業病 我太尷尬了 嗯